今天是在第二回合 今天是在第二回合 今天的熱題是 今週獨舞的立日風年熱題是 對賽雙方為 正方保育會上次 英文書 及反方 補良局賽加油學校 現在讓我介紹雙方的面穿 正方主名為 郝雲飛 正方第一位名為 麥家聯 正方第二位名為 鍾恩琪 正方劫名為 梁雯博 反方主名為 葉恩宇同學 反方主名為 葉恩宇同學 反方第二位名為 賀子請 反方見面為 梁雯佳 我們很高興 請到三位評估委錦場賽事領分 他們分別是 中文大學院 中文大學院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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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副理長 松衡編量及節面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4 公典則為每方2分鐘 自由編量則為每方3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 三十秒會有一下中式的提示 時間則有兩下提示 超時十秒則會連丁幾下 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請正方處理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問主席提示 主席評判有關不合作的位置 第一號 隨著中醫院出普及 周年西季亦首次將中醫全球醫學 押入全球醫學干擾 將中西放在陶瀕地位 光大影響力 反觀香港 現時須設有十八間中醫診所 但受採取由醫股局 非牟利依靠和大學三邦合作 致富裕不夜營業模式 由於中醫並不屬於公營限制 政府並沒有對任何人存在十八間中醫診所 受診的市民撞出普遍 政府對中醫的私護護套顯然不足 以致中醫在私人市場正面對兩個問題 一 肯因磨歸 病亡難以負擔 二 資料無法互通 到此缺乏民床報告及罰外發展 針對醫生的弊病 今年作為社會基本需要 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體系 遲在必行 參考西醫藥構 我幫蔡允豐為強普通 第一步 先將現時十八間 避泛中醫診所納入公營體系 由政府資助和規管 即時調整口音 第二步 配合發展藍圖 特首於將一路興建一所中醫院 再分活連累運行 在兩面題的掌執為 將中醫納入公營系統 能夠回應市場需求 指向大動中醫院發展 我方論點有二 第一 發揮中醫功效 回應市場需求 以時中醫食公營疫病的成效 就好被接受西醫治療 就例如在都市病 遍頭痛 西醫都指出 遍頭痛成一得命 因此唯有每次被止痛釀 持效果不持久 無法對症效藥 反觀看中醫 就這個經絡如毅之氣功 染血化和死瘋血中藥 方向全面跟隨病原 再以濕疹為例 鎮大中醫學院到時春 月八成的中醫 是有效全面要圓滑性濕疹 反觀西醫只被類估上 施物論其副作用 但只能夠起表現舒服作用 就連這個鎮大中醫藥學院首席 港師黃菲利伊斯都指出 一旦停留西藥 病情就會復發 未能有效隱障病原 另一筆字上 如今去中大銀賣研究所 市民對中醫治療需求新資格舉世 18間所謂已賣的中醫全有診所 未有資助而至今更高昂 中醫一個月年 陳恩最少也要1520元 相較西醫 由於政府資助九成 醫護目所指一個月若 連陳恩都只是45元 市民因為貴 而只能選擇一個便宜的治療 以非適合的治療 請理藥方 你對市民相求大 但受經濟因素影響 而未能獲取適當的治療 政府是否應該反而暫時不利呢 第二 負聚資料庫務成立中醫網 中醫界分布散亂病例資料和發形狀互通 根據中醫教育中心指 入於缺乏完整的資料 難有足夠的臨床報告 再研究 限制中醫8點 公益在5下 病例大規模已被塑禮台歸 為如西醫現行制度 根據醫護局 就正正記錄了全港九成病的病例紀錄 而發出外肢病抗體 新營當然抗體等新藥物 再者 公益系統最大的特點 實在由政府主導 能夠營造人手 服務覆蓋力方面 正經濟的中醫院規模更大 通過更多 就連港大研究中心首席總一 由往志高表示 在政府加管下 研究成果比資人根據水準和信訊 中醫達入公益 令資料互通 得到更多資源科研 將更多項目提上當年 推動中醫發展 最後審問一方 中醫生業發展 多謝各位 正方處理所有的時間 為四分之七秒 好消息給我 最多分 現在是反抗主義的 一百分之間 你有四分鐘 準備了正面 主席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不斷強調 中醫是需要 立入公益醫療體系 亦都說是受國方支持的 更加說到連政府都支持 但是慢著 看清楚資料 你看剛才說的 這個將軍澳中醫院 是政府說 由非俄理團體至負營歸 不是歸醫管局管 不要混合持聽 有方同學說 中醫好 要發展 我方其實非常認同 當然要為中醫發展好 但是中醫服務走入 這個公益醫療體系 其實是好心做壞事 為甚麼呢 大家回憶一下 醫管局個案的表現 人手流失部門爭之餘 都非常常見 公益醫院個案一年流失率 是近百分之六 三百一十四個醫生 創十年親高 更何況醫管局的管理文化 就是重量多於重則 中醫怎樣量度這個成效 中醫可以考數嗎 外面將西醫的邏輯套用在中醫身上 又怎可能好 所以說面對醫管局這個公益規管的方式 問題重新 只會令中醫服務走入囚困 所以我們提出 讓這個中醫服務維持三方合作 甚至私營自立 一來這樣可以退出這個走入公益醫療體系的陰霾 二來更加能夠滿足到發展中醫專業的條件 一樣做到有方同我想的中醫發展 場面發展 將中醫納入這個公益 醫療體系 無非都是為了推廣給更多的市民 但各公益中醫 要保證質素 就需要滿足以下三大條件 資源自主 例如診症靈活和免受爭議 先講資源自主 公益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要批多少錢是由上頭決定 很難自己決定 但不決定怎樣用 上頭又不是中醫 怎可能知道能不能管好這個中醫呢 醫護局又有三頭主義 又有不善財政的條跡 送中醫入去公益醫療體系 就等於送羊入虎口 再講診症靈活 公益也是做不到的 因為他難免要量化治標 醫生要考數 連望問問次都未做完 就越到排入位 中醫就算想盡責 都有心無力 更加會影響他診症的深度和準確度 參考精神科的案例 每個病人只有六分鐘的診症時間 上年有六點三巴仙的人是離職的 很難保證中醫不會和他有同一個下場 再講面爭議 公益也是做不到的 中醫如果作為公益醫療體系 用的是公投 一定要定期向立法會提供報告 定期面對公眾的質詢 總指之的 難免對種種有質難免有這個爭議 拖慢效率打瓷器 相反發展三方合作甚至私營 更加能夠發揮到作用 因為私營就不會被政府控制 醫院就可以自由選擇如何使用資金 不用市公益醫院的各個部門欠之餘 有自主使用資金的權利 最後更多一個原因支持中醫私營自立 比公益醫療體系更加好 就是人口老化問題 很快三個香港人就會有一個是長者 令公益醫療體系超出負荷 如果再加中醫和他的爭奪資源的話 就只會為公益醫療體系雪上加傷 就連政府在去年的7月12日 立法會大門說明公共財政負擔 是決定中醫是否走入公益醫療體系 重要考驗的樣數 證明中醫院對公益醫療的負擔是多有重 當政府和醫學各界都支持 發展公私營醫療這麼多年 為何有方反而長年中醫走入公益醫療體系 有方有沒有考慮過後果 令公益公共醫療財政支出負擔 如果系統崩盤 將嚴重拖累公益醫療系統的質素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問 請問 如公便一方無常發言 評判可自由決定是否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宜作公便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便宜接受質心 請問雙方公便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想問有方在你的立場底下 是否公益醫療體系統 應該在香港出現 我公益都反對公益醫療體系統 你同樣會有這個問題 今天主要講的是中醫 你整個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西醫上面的法管理問題 但是中科的樣子 我承認了會有管理問題 但有方同學的標準都很相同 西醫又存在得 中醫又不存在得 我方便方不清楚 問你第二個問題 想問有方人覺得中醫不應該立入公益 是因為資源管理會不會自主 的確這個主要是少年因素 有因素才能 我們沒有辦法能夠補充中營的系統 即是中醫的樣貨 我想問有可能 如果你說批給私人機構去做 想問有可能私人機構 是否都是撥錢的人 這幾次是私人機構 是否真的要付錢 即是有可能說現在要維持 三方自主的立場 想問有可能那些 可能浸會 或者一些私人機構 是否都是撥錢的人 我們現在在立場 政府撥錢 再加上 配合大學的一些教育 有可能想問有可能 如果都是由政府撥錢的人 資源會不會受限制 是會 還是限制 即是有可能說會有限制 會由NGO部份都同樣會有限制 有可能你的論點都幾次相問 究竟有哪個人會被政府更加能夠清楚公益意願 哪個人會被管局更加清楚公益意願 要不要做案作 你剛才 你剛才 你剛才跟我說 你們的這個 立法公益 實際上 實際上的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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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變成一個正式的證明 為何你現在不能幫助公益意願 現在就是想問回第二 納入公益意願系統的時候 是由資料數鼓勵 多謝各位 正方公益環節結束 現在跟反方公益環節 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便員 請自由責責正方一位便員 接受聖書 反方公益開始 同時機移動的時間 有關我們無分解錯 是認同創衣的公益 如果不斷責任貿易 以後需要在醫管管理人 可以的 科研 醫管管理人現時 正高層 究竟是中醫出身 還是西醫出身 有關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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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直接回答答我問題 請問現在的官益 以後管理人是西醫 還是中醫 有關公益 現在中醫都不想 有關公益 中醫 當然 當然不是,因為是中醫的事,不是中醫和西醫都不是在概念上的體系上 它都是有一個根本性的分歧的 有個同學它們著重點是不同,西醫可能是正式的分歧 有個不是,而是它們專門不同,西醫著重即時,就是中醫著重呢? 那就是在概念上的分別,中醫著重一個鏡鏟的條例 西醫著重即時正感中的分別 有可能是在概念上的分別 有可能有兩項行,我明白了 那就是用了中醫和西醫有兩個概念上的分別 那現在你要用西醫管理層去管理中醫 那這個概念上的分別,是不是會想構成一些管理上的問題? 有可能有一個中醫,有一個公認醫的態度 所以每個中醫人都會出入的,我方就不明白 你一個不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管理層是否還是由西醫主導,有可能會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有可能不是主導,而是它們都負責不同的報告 可能是西醫在這種即時正感 那就是有可能會提議,或是中醫治去本中醫部 由中醫一個沒有公共管理經驗的一個中醫師去管理一個 需要用公帑的部門,是否有一個方同學? 有可能其實西醫一開始都是沒有的 但是有可能會直接回答 那是否即是一個沒有公共管理經驗的人 直接入去管理一個需要用公帑的部門? 當然不是 那你又說入中醫去第方中醫部 西醫部、北西醫部 有可能學你的事相矛盾的人嗎? 那我先讓同學慢慢來 因為它們負責了不同的治療 方法不同的時候 那當年中醫專業人 緊濟到… 那你即是說中醫呢? 是 謝謝 反方公表,萬治健促 一日到政風低落公面 你又三個律師行發言 準備好請問,正名投資 請問,正名投資 主席評判,有分紅海聚助,大家好 先來審視一下有分紅的鬧場 有可能立場下中醫是需要發展的 但就認為只要用那些三科合型 和其他中醫診所就沒有足夠 首先給他們發展和立入公營 這條體是到底有甚麼衝突 為甚麼只可以選其一呢 再說的是你的三科合型和中醫診所 已經中了由99年開始中了19年 中醫發展一直都是緩慢 只問一直都是不滿意你們這些中醫服務的時候 然後按照有科合的增長 只要給資源的發展就足夠了 其實現在公營醫療體系 是否都可以取消呢 因為有科合說到 只有三科合型才能做到資源自主 審職靈活和免受真意的話 現在公營醫療體系是否三藥通通都做不到 是否全部都應該通通取消呢 再來看看有科合說的準則 首先有科合說到免受真意 其實免受真意利益而 市民是很滿意有些三科合型的制度的 但是先看看資料 根據香港前線中醫聯盟 2015年做的調查顯示 市民對於三科合型中醫診所的評分 只有3.82分 以10分為滿分 見到市民根本不滿意他們的服務的時候 有科合學是否覺得繼續用這些服務 都能夠滿足到他們的需求呢 再看看有科合學另外那兩個方面 就是資料自主和審職靈活 但問題就是現在那些三科合型的審所 他們根本就得不到足夠的資源 將它納入的時候 就可以將公營醫療體系更加大化為 做得更加好的時候 產生更加靈活 可以做到有科合學的理事 10個的時候 我方就不明白有科合學 到底反對著什麼 再看看有科合學會加重醫療體系的負擔 然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根據中大亞太區研究所所長 智永嘉表示 中醫納入了公營醫療體系之後 更加能夠做到分流的效果 能夠舒緩到公營醫療體系的壓力 將這個醫療體系的範圍擴大了 這些是叫做加重低 是減輕了醫療體系的負擔 其實有科合學根本就不清楚政府的角色 和中醫發展的現況 施然政府的角色 政府有責任為所有市民提供可負擔的醫療制度 避免他們受到經濟因素 而未能得到適切的治療 偏頭痛濕慘 西醫都表明 只得中醫才可以完全不根治問題 甚至連哈佛耶魯等70多間不利著名的醫學院 結合的醫科學術大聯盟 亦都指出中醫針救和治療屬於一線治療 市民患有症張負痛的時候 中醫的針救會比西醫適合得多 這個研究更加覺得美國內科學會的認可 成為最新的臨場指引 還有有可能學不上這些研究呢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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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